嗨,大家今天心情好嗎? 今天是 明天就是清明年假了齁 祝大家年假愉快 然後呢 我今天呢 剛好 簽到這一台 Many125 人家都說是大魅力 大魅力 對,然後 我簽這一台的話是沒有整理 是跟東古車行買 但是沒有整理 那我 我覺得我跟這台車子 也蠻有緣分的啦 因為這個車行我連續去了兩次 去了兩次 就是隔了一個禮拜 又去一次 然後我昨天去的時候 剛好這一台 是一位小姐賣給車行 賣給車行 早上賣給車行 我晚上的時候 我再去車行看 的時候 看有沒有別台比較便宜的車子的時候 剛好老闆就說 這一台是早上 早上一個女生 她賣掉 然後已經過戶到車行了 然後看我要不要 因為這一台完全沒有整理喔 就是這樣子完全沒有整理 然後 呃 老闆就賣我很便宜啦 很便宜的價位 很便宜的價位 但老闆有送我 送 老闆有幫我換 機油齒輪油 火星塞 這些 他都免費幫我換 然後 我有多加一千塊 保固三個月 保固三個月 然後 呃 我覺得還不錯啊 因為這一台的話 我覺得還不錯 目前不錯 但是 日後如果我要自己DIY維修的話 可能會比較麻煩 因為 他光換一個空濾 他就要拆好幾顆螺絲 來 你看一下 他光換一個空濾呢 這個 Many這個 小小一片四條 就要拆掉 拆掉的話 可能要馬桶先拿起來 然後螺絲在裡面 把它拆掉 我啦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或許他只是一個卡扣把它搬起來 他就開了 這我不知道 之後我自己換空濾的時候 我自己在研究 OK 你要換空濾的話 這個四條 你看 這一條 這個四條一定要拆開 然後再把這個空濾拆掉 這個空濾 我拆應該 應該至少五個 他這個塑膠蓋 至少五個螺絲 然後打開了之後 裡面空濾至少還有四顆螺絲 總共這樣加起來 快十顆了 快十顆 比我 比我的 QC還麻煩 我QC是一個 比較長的螺絲 只要把它給解開 就可以拿出來了 對 那個空濾就可以更換了 然後這一台 這一台 日厚 日厚 我的DIY的技術 要提 要更上一層樓 就要看 就要看它了 因為我比較熟悉 三葉的 三葉車子 因為我 第一次嘗試DIY維修 就是接觸三葉 YAMAHA的車子 所以YAMAHA的車系 它的系統 我比較了解 但是光 呃 光陽的我完全不了解 所以我還要再摸索 那不過沒關係 就是自己的車子慢慢用 慢慢用 然後如果用到DIY 需要求救的話 再拉去給車行 師傅幫我 幫救我吧 就是幫我刷尾 然後就是這樣子 但是呢 這一台我買了之後呢 人家說買車 男人買車就很高興啊 可是我買 我買了這一台 我反而 沒有很高興 沒有很高興的原因 不是因為這台車買得不好 不是因為這台車價位我不喜歡 對 然後 是因為我 我 這一個月我心情就悶悶的 不管出去玩 跟人家唱歌 跟朋友聊天 休假 心情就是 比較低潮 比較低潮 然後 我 呃 這 這種心境的話 我大概半年左右會有一次 半年左右會有一次 但是 但也沒有到很嚴重 如果 如果更嚴重的話 可能就是有輕微憂鬱症 輕微憂鬱症 但我還沒有走到那個憂鬱症 那憂鬱症是 不喜歡 戶外 就喜歡 一個人的空間 然後 好像要跟 跟 跟 跟室外隔絕這樣子 但我還好 我還好 我還好 我的心情就是悶悶的 心情就悶悶的 然後 比較低 就是 比較低潮的感覺 啊 我今天牽到這台車子 我一點也沒有很高興 那不是因為這台車的問題 不是因為這台車的問題 然後 不過這個心情的話 我自己會慢慢調整 我自己會慢慢調整 如果調整不過 如果調整不過來的話 可能就是 有一些 有形的壓力 跟無形的壓力 然後 自己再去解決吧 對 然後頂多 再去 頂多去看心理醫師 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就是我的 新的夥伴 這這台車子 他要陪我 繼續 繞著台灣 我QC已經騎到 雲林了 現在是這一台 Many 大魅力的話 他要 我要把它騎到 南投或是嘉義 然後 南部都騎完的時候 就要騎東部 我就是因為要長途旅行 有點要 環島 有點像環島的感覺 所以我才買這一台 年份 比我QC還要新的摩托車 對然後 這台的話 我就專門拿來騎長途的 拿來騎長途 這台125 大魅力 人家就是說 大魅力我也不知道 但是 原廠是取名叫 羅密歐 羅密歐125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車頭 齁 那我當初會喜歡他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外型 還有他的車燈設計 還有他這個 他開小燈的時候 是一個Y字型 人家說是斯華洛士奇的那個 LED燈的水鑽 水鑽燈 當初他出廠的時候是標榜 LED 斯華洛士奇的水鑽燈 對 但是這個年份久了啦 他的水鑽燈的亮度有點減弱 減弱這很正常 因為那個塑膠透明的那個燈殼啊 久久之也會放黃 因為現在是塑膠 而不是玻璃 所以他的亮度不是很好的 但我可以接受 我可以接受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喔 然後我又很喜歡 我又很喜歡 車尾燈跟方向燈是分開的 我不喜歡車尾燈跟方向燈是連在一起的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很醜 這樣子分開的是最好看的 然後現在新的魅力 新的魅力沒有也是125的 他下面就是一個光條 我不喜歡 因為那個晚上辨識度很差 因為他的那個光條的明亮度太暗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 他在側邊的時候 他在側邊的時候 是這樣子直直的往下垂 直直的往下垂下去 就像水位 我那個新的我再怎麼看我都不喜歡 對然後這就是我新車介紹 這就是我新車介紹 之後我在DIY維修他的時候 我必須要多一點耐心 必須要多一點耐心 因為然後摸索還要DIY 就是這樣子囉 就是這樣子囉 掰掰 然後我剛剛在看到一台 這台是Mayley110 Mayley110的車子 這一台很多年輕人在騎 尤其是中南部 中南部 大家都要買 大家都要買這種白牌的話 都是買這種 魅力110的 在北部反而 比較少 你去中南部的時候 很多年輕人都騎這種 尤其中南部廟會啊 什麼的啊 廟會或是廟的有 公廟有有節慶的話 這種車都很多 這種車都很多 就感覺好像在車劇一樣 這種車中南部年輕人很多 北部反而就沒有像中南部那麼多 那這台車不是我喜歡的 所以我就不考慮 我就不考慮 我就不考慮 對然後我就考慮 我那一台 我就考慮 這一台啊 然後 謝謝大家 花時間聽我臉蕭韋 講屁話 就這樣子囉 掰掰 有請 請 休息 要請 請 請 знаете 我請 來 我們 請 請 吭 請 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